台中一间宠物美容店 13号下午有一对四主带着爱猫来美容 过程当中一次猫咪紧张害怕 抓伤了美容师 造成美容师的嘴角鲜血直流 店家不满四主的态度冷眼旁观 事发后更直接走人 讯息也封锁 导致该妇的情绪处理费没有付 气得店家上传了监视器po文 说以后拒收这类的四主 宠物美容师转身拿了一条大毛巾 该在猫咪身上准备把它抱起来 没想到这个举动似乎吓回猫咪 直接朝着美容师脸上一抓 嘴角当场血流如注 急忙冲了卫生纸止血 反观猫咪四主却是淡定作者无动于衷 让店家看了又够心寒 他当下是跟我们说他愿意接手 但事后不愿意承担这笔 所谓的美容师的医疗费用 事发在13号下午台中一间宠物美容店 店家将监视器画面上传po文 直指这对四主毫无同理心 事发后更直接走人讯息封锁 业者气炸绝对是标准型奥卡 以后拒收 还take宠物美容师卖的是专业 不是卖血 po文一出网友也踏乏 直呼四主行为太夸张 店家说他们在美容时都不会打麻醉 就是要避免宠物麻药过敏 引发生命危险 但宠物在不常洗澡美容的情况下 又是紧张害怕而有攻击性行为 店家都会向四主收取情绪处理费 300到600元 会需要多人合力才能完成作业 费用的话就是会逐步增加 没有支付费用那就是在无理性的问题 业者其实是可以做一些民事上的主张 艾茂在美容前抓伤美容师 进而衍生付费争议 稍保官建议如果业者有明确告知 费用项目及金额 消费者事后又是拒绝给付 可向区公所申请调解或提告 保障自身权益 接下来我们继续台中 唱不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